各位論盡音樂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小塵埃 我們新歌叫做 拜一畫 拜就是拜拜 這首歌是我們 兩年內的一些經歷 我們就把這些心情記錄在這首歌上 尤其是在疫情中間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胡思亂想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胡思亂想的 就是在不停反思人生 或者我們究竟做了些甚麼 探討一些可能性的時候 的時候的作品來的 我們今次這首歌也找了我們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然後大家一直都沒有合作的機會 今次第一次合作 就是Jimmy J1M3 是 還有一點背景 就是因為今次是我們 自己做監製 這首歌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去找人 想找喜歡的人 就可以一起玩 歷以前也可以 也可以 現在我 我做拍板那個 可以 所以就找了Jimmy 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很久 因為我們是 我們出道的時候認識的 童年的新人 同一個組合的類型 是 這是飛步 原來其實Jimmy 其實是我們大師兄 就是讀書事後的大師兄 那時候還沒認識 因為他進來我們 他不專業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進來讀 Anyway 那我就找了Jimmy去一起玩 他一起做這首歌 其實以前曲詞編監 我們都在各首歌 每一個作品 我們都分別地參與一小部分 但是今次這首歌的不同之處 就是我們是全權去控制所有的情況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還有所有我們要想成本問題 或者是 我可以控制到很細節的 甚至去找哪個混合 去找哪個主題 我都是可以自己去選擇 我可以第一次參與到這個決定權 都是我們很新鮮的一件事 那為什麼要找Jimmy 去跟我們做這件第一次 茶娃娃兩個人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Jimmy跟我們 是認識了很多年之外 其實他近年其實大家有留意開 就是他做的所有編曲作品 都有他的特別的感覺 獨特的風格 而我們覺得這首歌的情緒 如果找Jimmy一起做的話 他的編曲一定會幫到我們很多 還有他在監製方面 比起我們來說 他是大前輩 因為他比我們做好幾年 就已經在做這件事 很希望在他身上學習得到 一開始再大上頭一點 我們是想著真的兩個人自己做的 但是有一點點脅脅的 我們兩個你都知道 不是 我純粹是覺得 我純粹是覺得 就是不如找多幾個人一起玩的感覺 就是 承擔一下嘛 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是大人 變成大人的時候的心路歷程 OK 這個是太愛話 我們在 剛剛所說的就是 找人分擔這個責任 其實同一時間是因為我們在這兩年 寫這首歌的心情是一樣的 就是有很多我們在想著 要在我們以前的學習裡面 那個標準裡面 怎樣可以和現在的世界平衡得到 我們還未可以拿捏得到 而在拿捏不到的情況下 我們有一些迷惘 是不是自己做得很差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放棄做的事情呢 那當中就是 中間有很多朋友 給了很多意見我們 還有鼓勵 那Jimmy 都是其中一個 他鼓勵我們 其實你們是做得到的 那會在 我們想到這首歌 找人選的時候 我們都很 馬上就想起他了 請你一個範疇 我想以我的性格 其實是第一 應該是說第一筆 第一句 我是那種一定要 每一首歌或者每一套戲 每一本書 我不可以中間揭起的 我一定要由頭開始 如果乘數表 我一定是要由二開始背 我才背 由一開始數的 我問你九八幾多 然後你由一開始 一成一到二 你沒那麼誇張 譬如如果九五幾多 我就要由九一 九九二一十八 這樣去計算起 那寫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是一定要由頭那一刻 那一句寫得到 我才會寫到後面 那就如此類推 我寫到第二句 我就寫到第三句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 給自己的一個考驗 就是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寫 就是我才寫了一些容易一些 那個音是我可以 找到一些字是適合下去的 那寫下去先 這個只有我自己給自己的功課 以前寫過一份 我們自己首歌的廣東話詞 但那首是 沒有 沒有 有出過 出了了 有 的就有 有有 有 打他 不痛的 不過 我們以前 我出了一首歌叫想 的 但那個方是很不同的 嗯 因為拜拜 其實是有了曲才有詞的 但想這份歌詞 就是跟Melody一起寫的 那時候就很不一樣 這個是我的大功課 以前的 很厲害 我覺得很厲害 以前其實都不是沒有嘗試過的 不過每一隻大碟 我都有嘗試過一兩次都失敗 而且幸好有一丁幫手 第一次其實要嘗試填詞的時候 其實是這感覺第一隻碟的這首歌 但我真的寫不到 而且是很涼的那些 會突然變成粵語長片那些字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聽開 去年代香港的歌 我過了一部分廣東話的 黃金時期的歌 那我就過了 所以這十年內 小陳多 我就是不停地聽回 黃金十年的廣東話歌 那就吸收了 所以現在才寫得到這一份歌 多謝廣東話 那我 我們最想拜拜的 是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的那個思想 這個思想都陷入了我們 我想五六年了 不過那個程度 每一年都不同 那有些年份就可能 遇到的事情沒有那麼刺激 可能那個程度就小一點 這個思想就沒有那麼 轉得那麼深入的牛角 但有些年份是可能刺激得很大的 那我們其實 可能大家看回我們的作品 記錄到我們的心情 其實都 繁繁複複地 在這些的循環裏面 陷入了在這個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的這個思想 那最想拜拜就是這個 的自己 我就是 就是 最想和 其實和你差不多的 就是 好像裏面有個聲音 不斷和自己說 說你這個 做不到的了 或者是這個你做不好的了 你 一定是別人好一點的 就是這個想法 我都是其實是和Paul 類似的 就是都會 內心會突然間有個聲音 對自己說某些事情 會不停打擊自己 那麼 我們都是很想對這個 就是自己 和自己說話這個想法 就是這個 負面的想法去說拜拜 為什麼我們今次這首歌的MV 都是以Animation 去表達 去呈現呢 都是 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 對於演戲這一方面 是沒有什麼 很十足的把握 表達得到 完全我們歌曲的想法 是 我甚至乎 覺得我們的演技應該會破壞氣氛 所以 最好不要放我們兩個在中間 就是真人下面 而我們沒有嘗試過的 我們就是嘗試過跳舞 嘗試過有演過 以前 如果大家 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的 是 看那個我們以前的MV的話 所以 我們希望今次 比較再認真一點 只是 焦點在這首歌的 心情方面 即未必是歌詞 是整首歌的情緒 所以 希望 不會被困難 就希望Animation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令到大家焦點在這首歌的情緒 還有第二個角度就是 因為我們 整個MV就是 經過了我們 小塵埃的道路 我們前期的 作品 通常都是以畫 或者動畫去表達的 所以我覺得 你很難將動畫 變成一個 跟真人 可以的 但是 難一點點 所以 我們聽眾 可能都 想起我們都會 想起我們的 album art 還有小雷說 我們畫過的東西 而歌的時候 我們 就是 做過的 Animation Animation的MV 可能動畫 跟我們都有點難以切割的 一個印象 所以就會將 我們 之前的作品都會放在MV裡面 所以就會用動畫的形式去呈現 那就最容易去表達到 嗯 當初 壯志紅紅 覺得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我覺得有幾個階段 就是我們 從未簽公司 到簽了公司 接著認識了 第一支碟 認識了監製你一丁之後 到現在這個階段 嗯 開始我們算是讀書時期同學 我覺得那個階段 比較像是做項目 和玩的心態多 不會理會有什麼後果 就是不聽就不好聽 我們的歌不關我事 我喜歡唱就唱就不關你什麼事 就是那個態度的一開始 嗯 嗯 還有那時候未想得那麼遠 因為未畢業 就是到畢業 一年後 才思想到 哇 好重大 原來這個真的是我們的職業 算是可以變成一個事業或者職業的東西 是的 不再是以前玩Grad Paul 那樣 是的 是的 那就開始個人沒有那麼安心 那 你便會開始想後果 是的 你便會想我做這件事 有沒有人會不喜歡 或者有沒有人喜歡 就是會突然間多了很多考量的東西 在中間 嗯 一開始的第一步是很無畏無懼的 我覺得自己 現在聽回第一支碟的自己的聲音 是很直的聲音 嗯 就是沒有什麼思想到 我要考慮到聽的人的耐聽程度 嗯 就是這個是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是嗎 這個對我來說是第二個階段 好吧 你繼續講下去先 好的 好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當時的自己是無畏無懼的 很直 有歌聲都已經聽得出 我個人的性格 那就慢慢 可能大家聽到儀歌碟 我是開始轉向溫柔一點 大家 可能再熟悉一點的我的聲音 可能是比較溫柔 小朋友一點的聲音 這個就是我開始對自己的 identity 有一點點質疑 那我就希望可以做得到 現在這個世界的standard 很希望迎合得到 那我就在追趕 在追趕 以及磨了一些的靈角 那 但我不覺得是一個值得後悔的事情 因為 是一個經歷 一個過程 那我現在聽回 第一次階段 很無懼的自己 我會想回 我怎樣可以唱回以前的這個聲音 那 那都是一個第三個成長的一個階段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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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後悔有磨過靈角的時候 那這個是第一 三 那突然間 OK 那第二個呢 我就會覺得是我們 一個學習和吸收的時期 就是簽了公司的時期 那 那 就是不斷去把我們的靈角去打磨 去學習一些新的技巧 新的一個 對音樂的一個標準和想法 那 去到現在就是我們 學會了一些 知識了 那我們怎樣去可以 很有自信地去運用的一個 階段 那 現在第三個階段 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都是學習 一直在學習著的 是 是一個無限的階段 我想那個分別在於 我們都是 我們會說髒話 我們都會咒罵 我們都會入負面思想 我們都會喜歡聽 rock 喜歡聽 emo 喜歡聽 metal 是 是 我們都會入炒 就是大炒大鬧的時間 我們會吵架 我們會不和 是 我們會思想上很不 很不合和 我都會 我都會 經常駁嘴 還有會說很不合理的東西 是 我們都是 有血又欲好 就是有正就有反的人 大家認識過我們就很乖 長輩很喜歡 是 很多長輩 小朋友 很希望我成為的姐姐哥哥 不知道為什麼 通常都是 我爸爸媽媽很喜歡你們 是 爸爸媽媽會跟小朋友說 你將來好像姐姐哥哥那麼乖 是 這個是我所認識 可能我的角度未必很闊 可能只剛好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是 是 這個就是大眾覺得的小情侶 是嗎 沒錯 我覺得 我可以答 100%有的 有的 是 然後 還有我覺得是 自己對自己的 就是這個 你剛剛那個問題是 自己對自己的一個 那些叫什麼 Self Judge 對 Self Judge 我究竟適不適合在這裏 嗯 我想我最 對自己沒有信心的階段 是 出復復復復之前 因為那時候 剛好 完成了第一隻碟 回響那時候 即是當年是幾好 但是 我不是很 很 覺得自己那時候的自己很好 也都不是一個 所謂的標準唱歌 那 而 又八卦 上網看留言 那 然後 那段時間就是 每一次演唱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 即我又分享過給 都是唱歌的朋友聽 那 我是 唱過一句我還想起 那一句的時候 我曾經聽過的一些 feedback 和 comment 是 完全全地是 在看著觀眾 有燈 但是 是記得那句 啪 就是在腦袋裡出現的 那這件事情 是由什麼時候 開始 越來越嚴重 我想是 再撲撲撲之後 因為再 再 嚴重了 那個情況 就 有一段時間 都對自己 很 沒有信心 那當一個唱歌的人 沒有信心 自然就會 所有音都要慢慢 因為沒有信心 又不輕 即心情不輕鬆 就很容易唱得很flat 那整首歌唱得很flat的時候 個人就更加覺得自己 哇很差 無限輪迴 是的 無限輪迴的狀態 那 而這幾年呢 就是 加上疫情 少了 perform 還有 還有 再一次跟老師學唱歌 還有 再一次就是 休息 完全不唱歌 然後 只是聽別人唱歌 那很多 很多的事情 幫助到自己 之下 再加上自己 不要再八卦看 留言 那 就 幫到自己很多 我想 我最近的 performance 是 是近年 最輕鬆的 心態去唱 這樣 就會好很多 嗯 一開始 就是會 將這些說話 聽得很認真的 那我就會完全地 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這裡 我就怎樣怎樣做 每一次都是好像 試探性 做不做得到 做得出來 啊 為什麼大家 就是我們內部 就會覺得 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很多這些選擇 然後做了 有很多不同的 嘗試 那 就 這個 迷惘的階段 都持續了一段時間 那 我就 就 開始 將 自己 的 看到這些留言的機會 呢 盡量減少 那 到現在 近年這兩年 就是 心臟強大了一些 那 我 看得到的狀況下 呢 我都會 認真地去 思考的 某些位是真的值得 參考 我是會 真的 會做 試一下做 然後我知道那些 是我完全改變不到的 comic的話呢 我就 我沒有辦法 例如 新高啊 或者那些聲音的東西 是啊 譬如我 我的聲線 你的聲音很難聽啊 這個我改不到 那 我就唯有是 譬如說話的時候 我 認真地這樣說 因為我呢 如果很放鬆的狀態 就會 是一個大家未必喜歡聽的聲線 那現在我就會用一個 沉聲一點的聲音 跟大家做訪問 工作上面去說話 這個是我自己的修改 我會幫你過濾 嗯嗯 我會幫你過濾一下 就是你有什麼看得 或者你當你按了自己的MV 你不要錄到第幾條 或者是那些 那些東西 是 他都會保護我 因為他是 表面那一陣是 其實都不需要太在意 那 但是其實我也知道 我們怎麼都是一個人來的 就算那個傷口是很淺 都是一個傷口 嗯 嗯 慢慢來的 我想我們兩個這個狀態是 嗯 嗯 慢慢來的 我想我們兩個這個狀態是 雖然 那個前提是我們其實 我們接下來的大碟呢 其實每一首歌都準備好了 是 就是Ready 出一首大碟 不過時間就是還未可以公佈著 但是 是的 這樣的準備前提下 其實我們 自己都是摸石過河中 就是 我能夠在這個時刻 我可以做到音樂 我仍然可以有這個資源 仍然可以繼續用 小陳諾這個身份去走這個旅程 我都會繼續 嗯 盡力去經歷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還有我覺得 這個都是我們 算是一貫的補足來的 嗯 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很多產 就是一年出二十隻歌的人 嗯 或者一個月就出一隻那些 我們是 就是比較 就是可能幾個月一首 或者半年一首的狀態 對我們來說是最舒服 還有是 嗯 對自己來說 寫作或者吸收 最有營養的一個步伐 嗯 我也有搞 就是講笑這樣說 就是 總之第一二隻碟 兩隻碟有二十首歌 我們慢慢出 大家都是這樣 就不會說我們沒有歌 那大家都是一年出三首 然後第三年才出一隻碟 那其實也很划算 對 攤開慢慢玩就 對 不划算 你那時候不划算 不應該出那麼多 單字地出 對 Anyway 謝謝 謝謝 就算複合 亦會跌到眾生 無法相信 看得見我未來 亡力亡想 讓我消失 沒過一種變感 嘶吐客感 負責 責責 Cancer 4 4 5 6 5 7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